哈喽大家好,我们这礼拜来到了第四天了 今天的图案呢,我们要继续用线条来创作什么呢? 今天要来创作像是宝石一样的图案 这个图案的名字呢,叫做quills 它也是缠绕化的官方图案的其中一个 那它呢,一样是透过线条 那今天我们除了铅笔,针笔之外呢 今天我们会用到推曲笔,也会让它上场哦 那今天我们会运用深浅的颜色去制造出一个渐层的感觉 所以呢,如果说家里有2B铅笔的话 今天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待会在涂铅笔的时候 可以涂得稍微多层一点 就可以让它变得是比较深 好,那我们就开始咯 首先,我们一样是做出四边 好,那我们做出来之后呢 今天我们要把它分成是9格 所以呢,就要分成是3份 好,画格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 考验自己对于完美这件事情的一个考验 我对于线条这件事情的还蛮执着的 所以在一开始画常常画的时候 线条歪啊,不平均啊 其实会蛮火大的 好,那接下来呢,就拿出我们的针笔 今天用的呢,是这个 USIDA的耐水性带用针笔 然后是白色的这一支 这一支的特色是线条比较刚硬 然后,笔头也是属于比较,比较 那个,就是硬的 你们可以看到它在笔头 不知道影片里面看着看不到 它在笔头的金属的前端 还有一个白白的地方 虽然它的笔头比较坚硬 那就不怕,比较不怕用力 那它的缺点也是不太适合 这种硬的笔头都不太适合画 就是涂色 所以涂色我也不会用它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用针笔 去把我们的边框跟9个 都把它画起来 连起来 一样你在连这个边框的时候呢 如果刚刚的铅笔有一点点歪 现在就是你调整的好时机 好,大概就是把它的9个画起来 好,这边的画画完了 那我会用橡皮擦把外面的线条擦掉 因为我怕等一下会干扰到我画画 所以我还是会把它擦掉 轻轻的把它擦掉 好,那我们已经擦干净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在每一格里面画上交叉的线条 那就看你想要 怎么画都可以顺序不限 就是比如说你想要 每一格的交叉线都画完 这样子也可以 或是你想要上面的都画完 再撇 也行,没有一定 这边还是要给观看影片的你说一声抱歉 我现在还在调那个拍摄的角度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的手会遮到比较多 那我有尽量去避开 那会慢慢找到适合的角度的 所以就请大家多担待 好,那我们现在交叉已经画完了嘛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在每一个的交叉里面 再做一个交叉 怎么做呢 就是画一个 短的十字 那两边的长 两支 这个十字彼此的长度可以尽量是一样长 待会儿画出来的宝石会比较好看 所以比较好看 好,那我们每一个的也都画好了之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每一个要从边四个点点去把 跟中间这个十字连起来 好,这样看起来很像那个日本的那个飞镖 那我们现在画完了一边 接下来就来画另外一边 嗯 那动作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连起来 好,那我们这个宝石的边 宝石我们就画好了 那接下来要来做的呢 就是要帮他们上颜色 那这个上色的方式呢 那这个上色的方式呢 我想要做的方式是对称的 就是深浅是彼此对称的 所以呢 这一支是深的 这个是那个2B的铅笔 然后是比较粗的笔头的 这个笔头是比较粗的 那我会怎么画呢 我会在 我会这样画对侧 我会这样画对侧 所以每个宝石 都把同一边画上去 我把同一边画上去 比如说浅色的铅笔 涂另外一边 这要说宝石也可以啦 不然也可以说它是 那个 就是会被风吹 然后以前会绑成一串的那一种 这个其实也很像以前早期的那种 厕所的窗户的格子的形状 好 那我们这边就完成了铅笔的部分 那在这边呢 我想要让它的铅笔的那个印 不会那么的深印 所以刚刚其实我是拿那个 粗的嘛 其实 推纸笔喔 推纸笔其实是有三个size的 我买的是有三个的 它是 初中细 它的细的是超级细的喔 就真的很小 跟 你看可以跟我那个 铅笔比 我平常最常用的还是大支的 因为主要是拿来画 就是 把那个阴影去扩散 那如果像今天的 我只是在 图形里面 要把那个铅笔的 那个线条揉合一点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 最小的 这一支 所以今天在一开 今天在图的时候 就不要图出去 我 每一个其实大概换过去 它的那个线条啊 就会揉合很多了 因为今天用推纸笔的目的 并不是要制造阴影 而是要让 把那个铅笔的 生硬的线条 把它变得比较柔和 所以这边我就不会 推很多次 大概推一下 其实那个线 就会揉合很多了 那另外一边也一样 那我自己其实用过 棉花棒跟推纸笔啊 我还是觉得 推纸笔比较好用 因为棉花棒品质不同 它其实那个毛屑 掉落的比例也不太一样 有些真的掉的有点多 看了会 我觉得我的画面 会被因为那个毛屑 被弄得很阿杂 就不喜欢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图案 叫做Quiz 就是大家觉得 今天这个图案怎么样呢 我喜欢这个图案的 这是其中一个样式 它其实还有很多种变化 我是很喜欢它 就是用 画完之后 再用铅笔去做出 就是感觉 真的像是一个反光的感觉 只是它是黑白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图腾 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